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劉主委及各位列席各位長官 各位首長 請一下主委好嗎 劉主委要請 也好 主委您好 您曾經 這個日本發生強症之後 您曾經提過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股市 事實上跌幅 這個跟其他國家來講 並不顯得特別多 昨天嘛 昨天我講這塊 昨天我去演講的時候碰到媒體的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調出昨天的這個 這個跌幅來講 日本當然跌了10.55% 因為他們是當時的國家 台股跌了3.35% 德國跌了3.19% 其他的韓國 都2點多1點多 其實我們還是排第二名 也是蠻多的 不過我 黃委員 因為昨天是 你收盤喔 不是以盤中喔 昨天是因為我去美林的時候 媒體問我這句話 其實他們登了一句 我其實講了兩句 我就說 第一個是說 昨天的跌幅 因為他們在跟我講盤中啦 我說其實這個跌幅 比起亞洲 並不是特別多 然後我看起來就是 投資人可能有比較恐慌了一點 所以 所以你要左偷是後半段 事實上 投資人是蠻恐慌 是蠻恐慌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 我不曉得最後 今天台股還沒收盤 我不曉得現在是怎麼樣 不過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開 就是日本 這個 一開始就反彈了500多點吧 那台股也反彈 我不曉得台股有沒有繼續反彈 還是後來又下來 不過台股本來也是反彈了七八十點吧 對 但是 我有講說 投資人不用過度 不要過度同化 信心喊話 但是事實上 也不止啦 我就覺得說投資人可能 因為他們 我的了解是說 因為盤中他們聽到訊息說 日本限電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說要限多久 那那個 很多那個網路的新聞出來 就講說限電 然後台灣的半導體就完蛋了這樣 所以我有針對這一點就說 沒有到這個程度 不會說半導體完蛋了這樣 嗯 所以說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 嗯 事實上台灣 台灣股是因為跟日本 距離近 除了地理上的近 心理上也蠻近 另外一個 就是說 經濟的連帶上也蠻近 也很近 所以說 變成這個 人家 人家 大地震 我們也打分 我們也受影響 是 但是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昨天吳院長提過 這個國安基金的進場時機 我們不會提 針對個案 但是像這樣子 是不是一個典型的一個 非經濟因素 影響到我國的故事 是的 他 他這個因為是 又非經濟又是偶發 嗯 就是突發 那所以這個 吳院長昨天 在立法院是講說 這個國安基金 其實都有一支 在密切注意 那他會尊重 國安基金委員會的決議 嗯 曾經有一提到 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一些金融機構 投資在日本的這個 一些 一些金融性產品裡面的 曝險金額高達一千多億 嗯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您在短期內 你會建議政府在短期內 要做怎麼樣的處置 來做對於就是說 一方面 國人不要太過過度恐慌 是 一方面讓這個金融機構也好 甚至政府的這個這個 這個部分 有國發基金的這樣子的 一個層面的這個部分 能夠不要太過於曝險 在這個日本的市場 是 我想我們金融機構 雖然有在那邊投資 可是因為這一次 日本的金融 其實他自己受到最大的創傷 是保險行業 嗯 因為他很多要付保險費 那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台灣的 的影響是還好 那不過我覺得我們 比較直接的還是 台灣的產險 基本上是沒有去承保 對 跟日本的這個生意 這個做的比較少 我覺得我們的影響 比較還是在於就是 上游產業的這個 關鍵零組件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這兩天也有這個 積極詢問各個廠商 那他們是說很多 當然是很緊急的 要趕快去應應 因為他們究竟本來的那個單子 進口的單子 主要是從日本 可是韓國跟別的地方也是有 所以就是在洽別的地方說 如果這個日本的限電 情況持續的話 那是不是 這個從別的地方 再多一點進來 好是謝謝主委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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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